OK 這邊OK了 是不是拍照OK了 OK了 大不大嗎 沒問題 好 多謝大家來到新思維今日的有關司令報告記者會 整份司令報告記者會 整份司令報告的意義給了大家 我想今天也沒有時間 但是我們還有幾個重點 我們就有不同的朋友會介紹 我們先給主席和迪志遠 好 歡迎各位新聞界朋友 我們今天就會把我們的司令報告的建議 就在這裏向新聞界的朋友發佈 我們的資料也都會交回給特區政府 因為我們的內容比較多 一會兒我們的解說主要是集中幾部分 可能有些地方你們看文件 看到你再問我們 我們現在要等一會兒 我們要等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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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特首林泰在酒会里面 他都很高姿态地说 香港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位置 也都是表示回归以来是最忌的优势 我们就很欢迎特首有这种视野 也都有这种信心 但当然我们自己看到社会仍然有很多困难的地方 社会仍然充斥着很多仇恨 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撕裂的一种抗争气氛仍然存在 既然特首认为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或者是最有优势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特区在未来的施政能够做到眼高手高 不像我那样提出很多问题 但我们看不到有很多具体解决的方法 甚至问题越解越复杂 既然特首有这样的愿景 我希望在今次的施政报告里面我们看到它能够真是可以有个承担 所以我们很希望今次的施政报告 我们看到是一种中长短期的发展 如果大家留意到过往的施政报告就是见步行步的 讲着我们今年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赔多少钱会增加多少百个老人院的宿舍 但跟需求仍然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明年是怎样呢?后年是怎样呢?我们是不知道的 只是逐年逐年一张的清单 我相信现在的时势用这个方法处理施政报告 我就觉得是太过短时 所以我们很期望今次的施政报告是能够有中长短期的一个视野 不单是这样 我们希望是有承担和是有规划的 承担意思就是说政府是能够突破现在他们的运作框框 过往政府有时告诉市民的问题 只是讲述他的问题在哪里 没有说是怎样突破这个问题去解决问题 例如房屋大家都看到了 都不是今天才讲的故事来的 但是每次听到官员讲都说收地困难啊 没地啊等等等等 但是当有些中央官员有个高姿态表述的时候 有很多问题又迎人而解了 那是否我们自己的能量没办法去自各地去突破困难呢 我们希望未今施政报告是有突破困难中的承担 第二方面是有规划的 我刚才讲是一个中长期的一种规划 比如我刚才举的例子老人院 老人院我们现在老人家呢 越等的老人院时间越来越长的 那已经是入门的门槛已经是窄了的了 已经是烂进入老人院了 就是说你已经收紧了入口了 但是仍然呢 那个需求呢 你看回那个轮后时间呢 只要是越来越长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政府在这方面呢 有一个中长期的目标 啊我们希望三年五年之内呢 就解决老人家轮后的问题 于是乎呢 我有这种的规划 过往我们是看不到的 于今天呢 我们很希望特首能够 带领着的政府呢 能够有这个具体 在中长期呢 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视野和目标 那所以我们既然听到特首说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去落实一国两制 最有优势去推动社会发展 我们很期待 礼拜三个市政部的呢 能够体现到这一句说话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就眼高手低 我们今天是很希望特首政府 是眼高手高 做香港解决香港的问题的 以下呢 我想这个时间呢 交给王俊朗呢 就讲下 大湾区青年发展的那个 的情况是怎么样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新思维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都很重视 在香港青年的发展 等一下 这个位置抽不抽到 需不需要换个位置 OK 对不起 没问题 都很重视香港青年的发展 同时间我们都见到 中央对于香港青年的支持 是十分大的 所以呢 在综合我们过去做一些 青年服务的工作呢 我们认为 香港现时的青年发展呢 特区政府有两大主要问题 第一就是 它在意识形态上 它们认为呢 香港青年呢 只是 有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做法 只是希望呢 将我们香港的青年呢 输入九个大湾区城市 而忘记了 其实九加二是大湾区城市 而我们香港的特区行政区呢 是一个很独特的地位 所以呢 我们认为呢 它在意识形态上 要有一个改变 改变是应该去到 双向的合作 而不是单向的输出 这个第一 第二呢 在处理香港青年往大湾区发展 这个议题里面呢 很明显 特区政府是没有处理香港青年的水土不服问题 这个水土不服的意思 就是说落地主要问题 没有解决他们的生活便利 所以呢 在整个议题上面呢 我们有 在记者会上面 有简单三个意见 第一 在政策层面上呢 我认为要 提高 现在湾区办公室 和湾区专员 要强化它的功能 有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小组呢 是引领 这个第一 第二 对于就业创业方面呢 我认为特区政府原有的政策 是需要加强的 包括 过往它推出过的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 它可以提高资助 给在内地的港人机构 是去为香港青年呢 提供水土不服的支援 同时间呢 过去一段时间呢 中央力都 推出了一些 就是八条的政策 给香港青年 我认为呢 香港本地的青年政策 应该去联动 就是中央给香港的青年的支持 这个第二 第三呢 就是关注到 之前 整个社会讨论得很热烈的 关于前海方案 我认为有两样东西 是可以帮到香港青年 融入 或者往大湾区发展的 第一就是 希望 特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 来带动初创 因为呢 在过往一段时间呢 香港特区政府呢 就放了一些投资的基金呢 在数码港等等的一些地方 就没有联动 例如前海 橫琴这些地方 那麽 其实可以两地政府 一个联动的机制呢 用投资带动初创 吸引更多 香港的初创项目呢 进入内地 第一 第二呢 就是关于前海方案里面呢 提到的 现代化的专业服务 其实香港 特区政府呢 可以在未来的施政报告上 加强 对于香港专业机构的资助 令到他们可以在大湾区里面呢 去发展那个专业服务 那这个是我们关于 就是湾区 和青年发展的一些重要的 议题 那同一时间呢 我都想特别提提 提关于一些 地区行政的议题 因为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尤其是过去几个星期呢 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 就是区议会的情况 相信思维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亦都提出了 关于保育区议会的一个想法 就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认为区议会 是要绝对保持民主的成分 因为区议会呢 过往都孕育了不少 很优秀的政治人才 和一个很好的学习 即公民学习的平台 所以呢 我们认为 保持区议会的民主成分呢 是有利于香港走向 循序占进式的普选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这段时间 可能有很多 区议员有不同的原因 可能辞了职 或者没有了位置 那我们认为呢 是有一个过渡的方案 包括呢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补充到 区议会这一刻的议政的人数 可以邀请多些地区的人士 参与列席区议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还有我们认为呢 民政专员应该可以统筹 去一些接见市民的计划 去确保地区的声音呢 是反映到比特区政府的 主席 好 好了 现在跟着 阿邦崔庭 帮我们说一下 通关的事情 好吗 好 看看我们的意见 你问我现在最关心的题目呢 或者觉得政府是必须要 去尽快处理那个工作呢 也是政府也都说明 最重点的工作 是尽快恢复通关 阿迪他在说社会福利 阿朗在说很多青年工作 那么呢 那个背景都是需要呢 政府是要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去做的 我们呢 我自己觉得啦 那么呢 發展福利 这个很重要 甚至稍后我们应该会讲 一些关于发展房屋的问题 但全部问题的那个背景 都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劲的经济 那么呢 我们已经是足足一年八个月封了关口了 那么呢 我们政府的开支是不断在洗 但我们的收入呢 其实呢 大家拭目以待 今年的那个 教后时间那个 就是财政预算 即是财政预算 2022到23年的财政预算 大家就会看看我们呢 港府会见雄见成怎样了 那么呢 唯有什么方法 当然我自己不是说 那么眼光那么短淺 因为是纯粹因为本地的财政状况 所以呢 是要求尽快呼吸通关 但是其实 我们把关口封了一年零八个月了 很多的家庭的分离 那么呢 我们最近呢 我和阿迪和阿郎一起呢 在地区上面都做过一些 就是街站去收集市民的签名 最多的市民是表达呢 可能是呢 老婆在大陆一年八个月没有见 就是 或者个小孩都分开了很久呢 是建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我自己来 我作为旅游业界的一份子 那么呢 我们整个旅游业 现在都是在一个停运的期间 那么呢 我们有25万个员工 那么呢 虽然你说派消费券 是可以提振到一些经济 下一转最后呢 白达通过一千元呢 是12月16号都会派卖的了 那么12月16号之后 怎么算好呢 我们的本地经济 我们那个呢 市民那个 就是家庭那个问题 以至去到 那么呢 我们那25万的旅游业员工 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最头号的问题 就是呢 政府必须要是设法 去尽快恢复通关 如果有任何的措施 是香港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呢 香港都应该是尽快做好那些措施 令到香港和澳门和内地 是可以尽快恢复通关 那么呢 我略略说的就是这么多 房屋局你现在现在是行吗 哦 那么我们也都呢 我们也讲一下房屋局的问题了 那么呢 那么呢 我们最近提出了呢 就是 政府是否应该 是重新呢 去启动私人参建居屋的计划 那么呢 那么呢 前一两天 诺惠宁主任就问 那么呢 这些社会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那么呢 究竟是为谁做呢 那么呢 我们在今天呢 这一步呢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了阿朗 阿迪去答这个问题 究竟 我们处理这么多社会问题 特别是房屋问题 究竟我们是为谁做呢 答案是为市民去做 特别是为基层市民去做 特别是为那百多万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市民去做 福利呢 我不帅 阿迪先生你帅 那么呢 我是感到羞耻 香港还有过百万市民呢 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我们是一个呢 富裕到不得了的社会来的 那么呢 全国地球应该最有钱呢 的政府呢 一定是香港的了 我们经历了呢 那么久呢 封关 我们经历了那么久呢 的疫情 但是我们还是大把钱 还可以派一下钱 大家很开心去买东西 但是呢 我们有百多万人呢 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有二十多万人呢 住得很差 那么呢 我们的民怨的其中一个呢 就是一个根源 就是来自房屋问题 就算我们今天 说这里开发房屋 那里开发房屋 但是如果 建出来的房子都是豪宅的话呢 那么呢 就是 怎样解决呢 就是基层市民上楼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就认为呢 就提出了个建议 那呢 就是私人参见居屋 那因为其实实在呢 也都很多土地呢 其实是呢 就是私人的地产商手上 或者是在新界 我们明白呢 就是开发新界 我们同意开发新界的 但是也都呢 在开发新界的过程里面呢 大家会有很多的疑问 例如可能在保育等等 但是我们觉得最重要都是呢 是处理呢 市民的那个居住问题 是远比其他东西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 如果政府是愿意 其实我们的政府 虽然如果其实只需要 尽快修复通关 香港的收入是绝对不用担心的 好了 如果我们的财政是不需要担心的话呢 政府也都不需要呢 在那个保地价问题上面呢 就是放开一些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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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件就是呢 新界的土地 和一些在新界由私人发展商拥有的土地 政府去呢 就是要求私人发展商 兴建私人参见的居屋 那呢 将那个单位 就用居屋的售价去卖给市民呢 私人发展商也都可以参与其中 那另外呢 也都借助私人发展商的力量呢 是快速去兴建一些居屋单位 那这个呢 是我们觉得其中一个呢 是可以呢 就是帮到市民的方法 那呢 那呢 也都我们想到最后 我们简单去做个总结 那呢 我们说不断地发展新界 那呢 我不知道在座呢 大家哪个 我都实有可能住在新界的 那呢 究竟新界和九龙的交通搞成什么呢 就是大家心里有数的了 住屯门的呢 就是日日都呢 总一上班呢 就忍受屯门公路仔室了 西铁那个呢 总体的载客量呢 逃亡时间是101% 就算在去年有疫情期间 那呢 大家不用上班 不用上学 就算那乘客量下跌 跌完都还有呢 载客量是80%多的 西铁线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继续讲 再发展新界的话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要发展新界 但是呢 我们亦都新思维也有建议 我们呢 希望呢 政府一路呢 倡议紧的北环线 就是由上水 去到錦上路的铁路呢 是呢 是可以延伸去到九龙 这个 是令到为呢 即是发展新界呢 提供一个呢 足够的基建交通 无谓呢 就是再重复回以前呢 就是发展新市镇的失败的经验 这个失败的经验呢 是由呢 我未出生的时候的屯门 一路去到今天的东涌 将军澳 都是失败了五六十年 都是呢 就是解决不了交通问题 我要讲到这么多了 好 麻烦你阿邦 阿邦就说他是 因为未出生的新市镇之苦是没有受过 那我给你打一两岁 我是第一代屯门人来的 当时 或者我是第一代在北区做事 我当时做事还是搭柴油火车的年代 就是我就比你经历多一点 那座交通之苦呢 真是可能你的爹地妈妈在屯门 天天是说一个几钟头塞 还要站在巴士上塞 那希望现在的规划应该顺利一点 那我就关注福利的 我都想讲几句福利的一些建议 福利来说 我们都批评政府是 投动于头 进步行步 个案来说 我们有个五年的规划 讲得很清楚 哪些服务的环节 在哪一年有多少规划的发展 第二年有什么规划的发展 第三年有什么规划的发展 那我们很清楚 整个服务的规划 除了规划之外 亦都是资源和人手的配套 所以在某段时间来说 在八十年代来说 因为有这种规划 福利的发展是非常顺畅 但在今天来说 我们福利就真的 好像一个懒路那样 下雨漏水 又裂缝很多问题 当我们说有规划的时候 政府就说没有地方 有地方的时候 政府就说没有人手 有人手的时候 又或者一个协调和统筹之间 又好像很混乱 等等都是 政府在福利上面 这几年是头统之头的一个作风 刚才我引述就说 老洋院轮后时间长 各位记者朋友 残疾人士的轮后更长 残疾人士读完九年免费教育之后 跟着他怎样呢 是没有一些安排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读了九年的书 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回到家 或者回到社会里面 他没有维持那种训练或者发挥 他学的东西慢慢慢慢就消失了 我们今天下午都和一些残疾人士 特殊后家长都见面 我们看看这方面 看看怎样可以推道政府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在这一年多的疫情当中 很多调查告诉我 个人情绪是很大的困扰的 比个人差了 家庭问题是复杂了 经济负担也是大家担忧了 等等等等 都是要有一个福利的支援 是帮助于家庭 但是政府在疫情之下 而见到那些家庭 个人社会问题 有什么反应有什么作为呢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希望施政部里面 在这方面有些清楚的规划 在福利界二十多年 我们都面对政不过撥款的问题 这里我或者我不多谈 因为都是老山常谈的事情 文件我们写了 我只是希望政府能够给 机构有一个足够的保证 而令到它有足够资源 安排合理的员工的待遇 我们正所谓同工同酬的安排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只要政府做个多些少的承担 最后在福利上呢 我们提出一个 设立五亿元的残疾人士支援基金 刚才我看到呢 教育、健康、运动 或者各方面 残疾人士有很多的需要 那你等个政策来才慢慢解决 我觉得是有段谈 或者很长时间 现在成立一个基金有少少像关内基金那样 有些很简单的措施 我们透过行政程序呢 就应该可以通过 然后马上可以落实受惠市民 我觉得这个概念呢 也都可以放在残疾人士的需要方面 各位记者朋友 林郑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善用这个时机 我们很认为呢民生改善是最重要的 当民生改善中下阶层的生活条件是得到改善呢 民心呢是必然回归 而政府应该是在这方面呢 是加把劲加把力的 好了 我们向大家报告的内容 有很多内容是在文件里面写 但是我们今天没讲出来 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那我这时候给大家一些时间 开放的时间给大家问问题 我想问区议会那里 政府现在就说不保选都 不会阻碍这个地区行政 例如有分区委员会 和合法委员会 那你们怎样看呢 有一点看法 就是我们觉得原则性的问题 原则就是我们认为 那么多年里面区议会通过选举产生 其实是有发挥到 它的地区行政咨询效果的 那当然就是 你说通过咨询 其实有很多地区组织 有很多民间组织 一直都在做 但是问题是 有在制度 在系统里面 通过选举而产生的 其实是区议会做了一个很好的功能 所以就是说 原则性来说 虽然有不同的方法 是可以表达到地区组织的声音 但是我们认为区议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或者我们都没有怀疑一些地方的领袖 防火灭罪分区委员会的诚言 对社会的参与和热心 我们没有排除 但是说他们现在的角色 是不是足够可以代替区议员的角色 我们就有怀疑的 因为区议员是有个授权 刚才阿朗说过一个民主成分 就是一个授权 市民和政府都会尊重这个授权的角色 于是他比较明显受起作用 那防火委员会 分区委员会 他就没有这个授权的 只是一些义工来的 第二方面 区议员他有个系统 和有个 譬如议员办事处 有个配套 是帮他发挥作用的 而一个热心的防火委员会成员 可能他全时间都要上班的 他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接别市民 跟进个案 研究政策 定期去搜集市民意见 我相信对他来说是有心无力的 所以在运作上 代表性和功能上的发挥 他说用刚才说的地方的 团体的热心人士去代替区议员 我觉得会减低了 听市民意见 和帮市民解决问题的能量 其实你用最近在发放 所谓电子消费券的问题 就见到所谓地区区议员的 我觉着重要功能 就是当它有渠道 例如如果你有四百多个区议员 如果未辞职或者离开这个职位的时候 其实政府有四百多个地区的办事 同时服侍市民 无论在发放政府的消息 到接触市民和动用的资源 其实是一个非常龐大的力量 所以在这方面是没有办法 是一些非成立了 就是刚才防火委员会 怎样你都不会是一个 所谓成立了的系统 这些成立了的系统 是不可能暂时 现时在政府任何的组织里面 是可以承担的 政府的运政事务处 就算你说十八区 每个区有五至六个 你都是说一百多个办事处 和你有四百多个办事处 同时存在服务居民 是有不同的作用 好 其他问题 想问一下 现在社会都有一个新形势 其实新思维在未来的角色定位 或者是对于施政报告的质重点 有没有说和以往有些不同 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说 我们对今次特纪制的政府 是真是很高的期望 一就是特首他也都很高调 现在是新形势 我们希望特区政府有新的思维 过往的问题 很多社会问题 源于政府施政的能量和表现 我们开始社会的困难出现 就是我们很多人开始不满政府 慢慢慢慢累积到一个社会的危机出来 既然现在是一个新的环境了 似乎政府是更多空间条件去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今次真的对施政报告很高期望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都不能够扭转到香港这个形势 民心回归 社会稳定 经济民生持续发展 开始逐步开放民主 这个时候都做不到 我们看不到香港前途 还有多少希望在里面 所以今次就是大区政府表态的时候 在政策里面可以争扭说明 它怎样带领香港迈向突破现在的困难 现在好像表面上平稳 我们觉得民心是未稳的 那怎样带领香港去迈向 现在这个过渡的关系团 然后迈向一个法治 在当中我们就觉得 整个来说呢 施政报告里面呢 民心是一个最重要的范节 包括房屋、医疗、福利 我刚才说的那些 经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不担心 我们看到经济仍然很平稳 那继续透过财政系统去发展 我们不担心 但是民生方面都是脱脱流流 为何中央政府这么高姿态 身体力行去表现 特区政府这方面的不足 近期中央代表官员 都很高姿态在社会里面表达意见 那其实已经是吹逼着 特区政府民生上 麻烦大家真的 不要去这么多说明问题在哪里 困难在哪里 你是要突破这件事 这个就是我们对今次市政报的一种结果 民生的事情我们在文件里面说了很多 我想问一下立法会选举的方面 就是邸主席你自己个人 会不会都想有意欲参选 立法会选举 还有你的党会大概派多少人出来参选 现在会定案 就是比较新加入的党员 会不会都有机会可以派他们出来参选 还有你个人的路线都是比较中间的 会不会都怕比较难吸引一些建制和泛民的人 都比较难吸引他们的选 我们是一个政党 所以我们是积极去参与议会的工作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 一个政党如果在议会里面没有角色 工作是事配功半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平台 也没有一个人觉得你是可以 有一个系统表达一些的意见 所以作为一个政党 参与议会的工作是必须的 我们一早来说是在内部酝酿参选的考虑 我们一直都有三至四位的党友 是很积极去考虑选举 很坦白说都包括我自己 但是我们有一个内部的程序 我们在10月23号有个会员大会 就是确定我们会派多少人出来参选 和确定哪几位的党友是可以代表我们参选 所以我们在核心里面是有一个方向 亦都有三至四个朋友表态愿意参选 但是最后决定是由会员大会 根据大家会员的意愿去作出最后决定 一路来说我都会认为走一个温和理性的泛民的角色是很困难的 我们已经走了几年时间 我们不会低估这个困难 但是我也都觉得今时今日 现在社会的局面呢 你任何一个政党的派别都面对困难 今天激进的泛民空间很小 传统泛民参不参与今次立法院的选举都未定案 我们就有多些决心 建制派我听说他们都在现在的空间里面 大家内部竞争都很厉害 所以每个政党在今次选举里面都是一个新形势新挑战 我们很简单 我们相信我们的路士 我们努力会去做 近期我们的表现都得到更多正面的回应 所以我们只能说很努力去处理今次的选举 信心我们不断地增加 最后结果如何都是选民的决定 有没有信心可以拿齐提名 我今次都有尝试试水温参与选委会选举 拿提名是真的不容易的 如果立法会选举就是找选委来提名 就跟我们选委会选举有点不同 我自己用直觉来说 我们未开展这个工作 我们直觉来说我们的作风 我们的手法 我们是愿意跟各方面沟通这一种作风 我看到有正面的回应 由于我们未正式去拿提名 所以我们未知最后结果 还有我亦都会估计变数会大 但是如果我简单来说 以我们这个政治的理念 和我们的办事作风 特别是一个温和理性 是愿意跟各方面沟通 我最低限度觉得有人肯跟我们聊天 我们找人聊天 他都愿意跟我们聊天 也有些人没有表明 但是都说可以多些合作 所以我们会努力去尝试这件事情 刚才说有三至四个党员可能都会出来参选 可否透露一下这三至四个 因为都有些朋友 有些要个人的考虑 或者个人因素 其实我这里就不讲 我只是给你提示 因为传媒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都挺真的 在传媒的报道里面 找到一些结论都不一定 大家都知道 在这里我们讲不到它 大家听的了 好 多谢大家 麻烦 谢谢